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字如果太小的話 怎麼放大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撰寫風格 這邊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 至少12吧 或者14啦 我先放12看看 按確定 大概這樣 如果覺得還不夠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到14左右吧 看起來比較不會傷眼力 再來的話 慢慢習慣就這個環境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VBA的開發環境 把它浮動在上面 隨時可以看著 我現在的這個儲存格 應該要填入的數字是多少 有沒有 你如果把它擺在這個的下方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是2 所以把2填在這裡 這個是1 所以把1填在這裡 然後輸出一串公式到這邊來 有沒有 前面的話 主要是利用這個叫Sales Sales的話就儲存格 加S的話是指的是整個儲存 整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裡面我指的是第二列跟第一欄的位置 來幫我做輸出的動作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那其實當然主要 為什麼要寫成 主要是說 以前滑鼠鍵盤變成 你要人工去一直點一直點 但問題是 你如果要跑大量的儲存格的動作 哇 那不得了了 你要變一直重複做 很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程式去解決的話 你只要跑一個回圈 那這件事情就全部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如何把剛剛這件事情把它解決掉 解決什麼事呢 把這個公式重複輸出到 這個範圍裡面的底下全部的其他儲存格 那裡面的話大家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燃是固定是1的 所以1是不會變的 會變的話是什麼 變的是應該是列吧 本來是1 2對不對 把它改1 3 一直改到裡面改到 改到Ctrl向下 Ctrl向下 101嘛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從第二到101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寫 我們就是第一個的話 請你在那個 這個Sub的後面的地方按一個Enter 那在這邊上面寫 那一般習慣是在這個Sub裡面的程式 通常都會按一個Tab鍵 Tab的話指的是下一階 那寫程式建議是要慢慢習慣階層 一階一階一階的 這樣的話程式看起來會比較好閱讀 不過在VBA裡面 你不打不桌牌程式一樣可以跑 可是 閱讀性非常差 我是強烈建議你要把桌牌的習慣養成 OK 怎麼寫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我要回圈範圍 所以慢慢習慣 回圈的話呢 如果你有範圍就用for圍圈 一開頭是for for i i的話是個變數 因為我們這個列會改變 所以for i等於什麼 這個值你跟他講說 幫我變動一下 他的範圍是從第二列到 第幾列呢 101列 所以這個for i等於 2到100 意思是說 他會先產生2 給i 然後再給3 直到101 也就是一個範圍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NAS的意思就是他會幫你彈回去 意思說在這個地方一直彈 就是第一次會是2 NAS的話就是下一個i NAS i 那就3 直到101才離開 所以我們這個 特別注意哦 這個for i等於多少到多少 然後NAS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規則是固定的 其實也不難記啦 我建議你就理解他吧 然後慢慢習慣了就大概這樣 然後把中間這一行怎麼樣 怎麼樣搬家 選取之後嘛 搬到這裡來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一行按個TAB 意思是說 他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然後呢 我們就再把這邊好像多一個換行 把這個多一個換行拿掉 寫出大概就這樣子 for i等於2到101 那我現在先不改好了 反正我就先跑一個這個 那我只改一個地方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2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好 只有改這個地方 那後面先不改好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就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會跑幾次呢 一次、兩次、三次 跑到101啦 有沒有 也就是跑100次 2到101 OK 那這個值的話會改變 所以我跑完之後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的方式跟之前一樣 按一下上面有個執行 把它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執行完之後會變成什麼結果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移開來 因為它會丟到這一欄 有沒有發現 欸 丟過來的東西 這邊有 這邊有 Ctrl向下 剛剛好怎麼樣 2到101 意思是說啦 它就幫我怎麼樣 從頭到尾 通通丟 但是你會發現 丟過來的東西 全部長一樣 欸 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這邊應該是 丟什麼呢 丟2 下一個應該是丟3吧 有沒有 因為呢 它變成要抓這三個資料過來嘛 下一個應該是4嘛 欸 可是問題來了 為什麼會它都一樣呢 主要原因在哪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因為我丟都丟一樣嘛 所以呢 我只要再改一個地方 把裡面的2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但問題來了 其實這邊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數字 那I 它這個變數裡面也是放數字 所以你直接放是OK的 但是後面這一串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文字 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所以哦 請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是一個文字 你不能直接把變數放到裡面去 你不能說 老師我知道 我可以把那個 2什麼改成I 跟各位講 如果你改成這樣 當然你想說 哦 邏輯上是OK 那你執行會怎麼樣 錯了 為什麼 因為它看不懂 這個叫FI的東西是什麼 OK 也就是它把這個I丟進來的話 它是把這個I當成是I的這個什麼 一個文字 它就不握 所以要怎麼辦呢 特別特別注意 我們必須怎麼樣 把這一串文字切開來 然後中間用M的符號 有點像之前串接公式一樣 然後把I放進來 但是哦 可能會有些同學這個地方滿障礙的 因為我之前講完很多同學還是一頭霧水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先背公式好了 什麼公式 其實口訣還蠻好記的 就是先找到列號對不對 把它選起來之後 先兩個雙以號 然後移到中間 再兩個M的符號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在VBA裡面這個M的符號 有點像是英文的書寫 就是說字跟字中間要 然後加個空白 所以M的符號前後怎麼樣 要把它空開來 這樣子 這樣就寫完了 後面還有兩個 可能有些同學想說 老師為什麼我先不講 因為我之前好像解釋過 同學還是一頭霧水 你先把公式背起來好了 一把那個列號選起來 然後兩個雙以號移到中間 兩個M的移到中間 再把它中間放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開來 好了 OK嗎? 再一次 三次應該都寫 選列號兩個AND移到中間 然後呢 兩個雙以號 兩個AND 然後再加個I AND把它空開來 好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不過我知道這個很難 為什麼? 因為城市裡面就是這個地方最難 不過如果你這個坎可以過得了的話 然後後面應該就比較 沒那麼辛苦 沒關係 我知道因為剛開始同學比較沒有這種概念 他其實簡單的概念是這樣的 他這個概念我大概解釋一下 他本來是一串文字 你要把這個I放進來的話 你不能直接放到裡面去 你變成要先把它切開來 所以這個AND的符號是說 先把它切開來這邊一串 然後你要把I放進來的話 就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這個文字跟這個變數要串在一起 一定要AND的符號 這個跟這個要串 這要AND的符號 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我應該可以懂得了 就是說 可能因為有些童年從來沒學過程式 所以一定會一頭霧水 沒關係 慢慢來 需要一點時間 但至少你有概念就可以了 如果實在不OK 把口訣先背起來 口訣 這樣子 兩個雙領號 兩個AND 放個I 把AND控開來 真的你把這個口訣先 以後這樣做保證不會錯 說真的 其實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也閉著眼睛就這樣做 發現可以 從來就不想動腦筋了 也不會犯錯 所以後來發現 真的曾經不要出現錯誤 真的還要發明一些口訣 就照著口訣做就好了 OK 好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會不會OK 再run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丟過來的話 他就會把這裡面的F2有沒有 看先丟2 然後F再把它串在中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就是F2 那下一個的話呢 他就變F3 下一個就變F4 有沒有 G4 H4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不過可能還是 有問題的話 那你們就可以再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其實我有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參考答案 放在第幾列呢 這邊的話 如果你剛剛的那個部分 還有點障礙的話 可以參考在這裡 雲端白板的第10事頁地方 這個 NAS 然後呢 剛剛主要做是這個 本來是2嘛 你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回圈呢 在那個程式裡面 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重複做事情的話 就是回圈就對了 那現在我們是讓這個回圈 幫我跑只有單單很簡單的列 但問題如果說以後啊 你需要讓他重複做什麼事情 那你可以再變更裡面的那個數字範圍 那至於那些其他的變化啦 我想我們慢慢慢慢增加 因為你多寫 多接觸的話 你會越來越熟練 好像我剛剛講那個口訣 你剛開始我發現有些同學會覺得很難 不過後來多打幾次 他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方法很好 因為這樣 還有一些同學是剛開始不太懂 多打幾遍慢慢就會越懂 所以他是從座當中慢慢領悟到 原來是這個意思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這件事情